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说无爱真理 无爱无私 但无更爱真理 对真理的执着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呢 其实思维真理也是一个假象 我们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有真理 今天的真理可能就不是明天的真理 西方人的真理不一定是东方人的真理 特别是宗教上的一种执着的真理 往往这个宗教认为真理 那个宗教认为那个是魔 那哲学上的真理也是一样的 哲学上的真理 哲学的哲学派相当多 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为止 有所谓现代哲学 有后现代哲学 这些思想都是呢 就像这个长江作为前浪推后浪 或者后浪推前浪 不断地在这个 随着时代的环境的变动 而在变化 所以是世界上并没有真理真理的 如果说是一定要说无碍无思无有碍真理 只能够说它暂时间呢 它坚持一种原则 一种想法 或者是一种哲学的观念 那么这个呢 你说完全是错的 也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任何一个哲学思想 或者是科学的一个原则 或者科学的一个方程色 或者是什么 但是呢 这些东西暂时好像是对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 又有另外的新的 更好的观念 或者是方法出现的时候 旧的东西又变淘汰了 所以执着只能够说 一时间呢 你现在还没有更好的东西之前 可以说你这是好的吧 你不要说 这个这是永恒的 永远的 一定是不变的 一个原则 或者是一个真理 世界上是没有的 可是师父刚刚说 就是说有的宗教的这种教义 也不是真理 也是会随时代而变 那我想到就是像我们佛教徒 很执着于佛法 认为佛法就是真理 那这是不是执着佛法 也是一种执着呢 是相对的 在不知道佛法的人 反正没有懂得佛法的人 我们一定要讲 佛法是最好的 佛法是真理 如果已经知道佛法的人 已经用佛法 而且呢 用得相当顺熟的人 就告诉他 佛法 这是一个方便 而不是啊 就对的 永远的 让你抱着不要放的一个东西 那在金刚经上有一个比喻啊 所以一个人要过海 或者是过河流 你要这个蹭一条船 或者是呢 蹭一个坐法 或者是什么墨法 那你过河的时候 需要那个东西 所以你坐在上面 是抱着它也好 坐着它也好 那是蹭着它也好啊 那是应该的啊 可是呢 你过了河以后 老是不下船 老是带着船上 就抱着那个摩头 抱着那些坐法 那你永远上不了岸 所以一定要把那个船放下 才能够真正上岸 因此呢 佛法讲 真正的解脱的话 要把佛法放下 连佛法都不要执着 连佛叔说的任何道理 全部放下 这个时候 那真正的得到解脱了 那就是啊 所以自在 那因此呢 对佛法的执着呢 可以说 是对于凡夫 对于愚痴的人 对于需要执着的人 让他执着佛法 但是呢 已经呢 用佛法用得很好的人 叫他放下佛法 然后真正值得解脱 是 所以这么说来 佛法只是一种工具 佛法是一种 是工具 对 是 可是那么这样子 过分的不执着 是不是也会导致心无定见呢 不执着跟心无定见之间 是不是也有差异性呢 不一样 这个不执着是要经过有执着的阶段的 一个是呢 执着自我的 个人意见 那是我们要 把它放下来的 放下自我意见的执着 这个是偏见 然后自作是为真理 那执法 那执法也讲的 比如说 藏了我尽 或者是 这个 讲的 这个 苦记没到 讲的 生老便死 讲这些道理 我们把它当成真理 看 但是呢 你已经用这些真理 用这些道理啊 来帮助自己 来帮助他人之后呢 你不要再 认为这个东西呢 永远呢 是你抱着不放的东西 那应该也把它摆下来以后啊 你才是真正的解脱的 这个并不是说 没有定见 有定见 一个定见 这个定见呢 这是一个层次 一个过程 要有 那么过了这个过程 那这个定见也要放下 那所有的定见 统统放下之后 那你才是 真正 最自在 最自由 那 那说 有没有定见了呢 还是有 以众生的想法为想法 以当时的环境的想法为想法 这个叫做 随缘 度众生 随缘度众生 并不是 等于说 是执着 而是呢 在不执着之中 有它的一定的原则 那就是坚持原则了 师父 我听得越来越糊涂了 那你说 以众生的 以众生之鉴为鉴 那我们知道说 众生有的时候是愚痴的 那我们也要把愚痴的 愚痴之鉴 当作我们的鉴解吗 问得太好了 愚痴的众生呢 他们虽然是愚痴 可是呢 众生的 不是某一个众生 而是整体的众生的 共同的需求 但是众生 也许自己是不知道的 自己不知道要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 观察了以后 很清楚的 所有的众生 是需要什么东西 或者这个时候 这般众生 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猜到好处的给它 感谢观看